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导盲犬小Q》 因为我刚出生的狗仔中有一只非常特殊的狗狗,小Q 它的身上有一块黑色印记,像一只飞翔的鸟儿 而小狗们的主人一直想让自己的小狗成为导盲犬 但是导盲犬并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对狗狗的血统要求也很严格 一般情况下,父母都是导盲犬 生下的小狗才有可能被选为下一代导盲犬 而小Q只有父亲是导盲犬 母亲却是一只普通的拉布拉多 而恰巧,小Q的主人和日本导盲犬协会的训导盐认识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训导盐决定给五只小狗一个机会 他要求主人对着狗狗呼喊一声,主人照做了 其他的狗狗都很兴奋地奔向了主人 只有小Q在停顿了一会儿才走到主人脚边 不吵不闹地看着主人,似乎在询问主人有什么吩咐 显然小Q很符合要求 接下来,小Q离开了主人,被送到了寄养家庭里 并在那里生活 养父母对小Q很好,非常温和,也很有耐心 从来不会训斥小Q,还总会为他准备礼物 小Q在这里也学会了对人类的信任 在他的潜意识里,人类是朋友 而这段时间,小Q的身体也在迅速长大 这几个月的相处也让他和养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深 和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这一天,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门口 养父母将小Q送到了车上 小Q趴在车子的后面 那眼神好像在问,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啊 养父母不舍地向他挥手告别 追着车来到了拐角 直到那辆载着小Q的车消失不见 这是小Q经历的第二次分别 车子把小Q送到了导盲犬训练基地 在这里,小Q正式开始了训练的生活 刚开始并不顺利 小Q也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他总会忍不住吃掉故意设下的食物陷阱 也不能认准障碍物 听不懂训导员的指令 但在一次声音测试中 其他狗狗都对声音很敏感 小Q却脱颖而出 这让训导员刮目相看 在第二阶段的户外训练中 训导员教他如何辨别路言、拐角和障碍物 还有如何顺利带着主人避开障碍物 在训导员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 小Q也在不断地进步 很快就可以带人上路了 这天训练的过程中 训导员突然有电话 他让小Q在原地等待 小Q乖乖地等着闭上眼睛 而使得玩具小熊出现在脑海中 他很想念那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和养父母 突然他看到训导员在训练别的狗狗 原来训导员在忙碌中忘记了小Q 这时他也发现了还在原地等待的小Q 这让训导员很是惊喜 同时小Q也出师了 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导盲犬的各项技能以及精神 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给小Q找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盲人大叔杜鞭 杜鞭很害怕狗狗 同时也很抗拒别人对他的帮助 杜鞭第一次和小Q一起走时 小Q准确地在拐角处路檐处都做出了提醒 但杜鞭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让小Q快点走 可下一秒一辆车从他面前及时而过 杜鞭下了一身的冷汗 经过这次的相处 杜鞭终于决定找个导盲犬 但想要带走小Q 还需要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磨合才行 一开始杜鞭很不配合小Q 对他很冷漠 从不给予任何鼓励 他拒绝让小Q领着自己走 小Q提示前面不能走 杜鞭也不相信 完全不听小Q的指引 磕磕绊绊的一个月后 杜鞭依旧不愿意相信小Q 而一同训练的人们全都通过了 只有杜鞭他们没有过关 听着其他人的欢呼 杜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Q察觉到了杜鞭的失落 便舔了舔他的手 无声地安慰着他 杜鞭也抚摸着小Q的头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温柔地对待小Q 也是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 杜鞭将小Q带回了家里 家人都很欢迎小Q 为他搭建了小窝 第二天 杜鞭自信地带着小Q在马路中央 小Q想把杜鞭拉到路边 但是杜鞭根本不停 固执地走着自己的路 可想而知 他的举动造成了大堵车 训导演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 他愤怒地指责杜鞭 告诉他这样做的话 小Q也有可能会因此丧命 经过这件事后 杜鞭开始正式接纳小Q 还将小Q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 就这样 杜鞭和小Q快乐地生活着 可是不久后的一天 杜鞭在工作中突然发生了呕吐 他病得很严重 只能躺在床上接受治疗 所以小Q也就只能被训犬基地收回 杜鞭虽然嘴上不说 但他心里其实很舍不得小Q 在小Q被带走时 他躺在病床上挥手 向小Q道别 而小Q也一直在等待着杜鞭 他总会无比期待地看向窗外 有无比失落地趴回地上 直到有一天 杜鞭来了 他病没有康复 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他只是太想念小Q了 小Q远远地看着杜鞭 也激动坏了 杜鞭抚摸着他 询问他过得好吗 接着他们最后一次散步 走了三十米 杜鞭停下脚步 对于他来说 这就够了 一个星期后杜鞭去世了 训导员带着小Q去参加葬礼 小Q的眼神一直在杜鞭身上 或许在他的眼里 杜鞭只是睡着了而已 一转眼七年过去了 小Q再次回到了当初的养父母家里 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养父母还是过去的样子 但是小Q却再也没有小时候的活力 养父母带他去了 曾经去过的地方散步 或许在自己年老的时候 能回到自己最初的家里 也是一种幸福 可是不久后 小Q在上台阶时不小心摔倒了 他的一生都在提醒人们 要注意台阶 这一次他自己却摔倒了 再也没有能力站起来 最后的时光里 养父母陪伴在他身边照顾着他 小Q没有遗憾地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 他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很感人的电影 可以说导盲犬的大半生 都在为人类服务着 他们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无论是导盲犬 还是普通的狗狗 希望我们都能善待他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小果汁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